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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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十多个停车位 今年79岁的男演员石峰 是台湾非常资深的男艺人 常常出现在本土剧的他 靠着精湛的演技 深受剧迷喜爱 像是红旗一时的本土剧 飞龙在天 天下父母心 多桑纯粹年代 都能看到他的踪影 不过因为多年来 熬夜拍戏的职业伤害 今年年初 却传出石峰心脏病发 需要紧急开刀的消息 中士举办106年 关怀演艺人员春节联欢餐会时 他们邀请将近400位自身艺人 共聚一堂 当天包括金钟影帝长峰 金马影帝陈松勇 以及之前中士八点档自制大戏 演出高级酱油世家的大家长 石峰都有出席 当天刚动完手术的石峰表示 最近身体有比较好了 医生有叮嘱 要多休息 多运动 多吃营养 还希望我不要再接戏了 但石峰却又说 之后如果身体状况好 还是有可能再接戏 而且最近刚好有人 要找他拍电影 如果剧本还不错 就会考虑要不要接 另外当天石峰看到 另一位自身男演员 石英的时候 非常开心地说 以前电视台拍戏 如果找石英 就不会找他 让外人觉得我们有心结 王不见王 但其实我们很希望 可以一起拍戏 并在现场向中师提出建言 希望有机会可以同时 找他们一起接戏 一元双十连线 英风连线的心愿 看到刚动完手术的石峰 还能如此有活力地 在镜头前讲话 就感到很欣慰 不过 赚钱有数 生命要顺 还是要好好听从医生的指示 才能活得又长又久哦 现年79岁的资深演员石峰 出道多年的他 演出许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例如飞龙在天 天下父母心 多桑等 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然而近几年却鲜少看他 出现荧光不前 过去曾传出 还拍戏熬夜多年 导致身体健康 在2017年 更传出心脏出状况 需要紧急动手术 而且是不算小的手术 当时石峰在出席中式举办的 关怀演员人员春节 联欢餐会时 看起来销售许多 但他也向大家报平安表示 自己恢复的好多了 医生也叮咛他要多休息 做运动 饮食也要健康营养 更坦言 希望石峰不要再拍戏了 但石峰表示 若是身体许可 未来还是希望能回归演员圈 过过戏也 至于大家过去 常常认为他和石鹰两人有心结 以前电视台拍戏 如果找石鹰就不会找他 让外人觉得我们有心结 其实彼此都很希望有机会 能同台演出 因此在聚会中看到对方时 真的很开心 石峰和老婆朱须清 结婚40多年 夫妻两几年前 曾被传出离婚的消息 但石峰当时则大力否认 那年因老婆在麦阿密陪小孩念书 夫妻分两地才被误解 不仅如此 她当时还笑说 以前传绯闻 太太会用小技巧 让她知道分寸 有次她在家看电视 电视广告出现 和她传绯闻的女星 太太手指着女星和女儿说 这个人以后走在路上 要叫她妈妈 看得出来石峰太太 不仅在事业上是得力助手 还是个闲内助 荧幕情侣石峰 林月云合作和日君再来 其中是一对有缘无分的情侣 戏外两人婚姻生活也曝光 石峰和老婆朱须清 结婚数十年 一具美国过着 内在美的生活 林月云则恢复单身女郎的生活 台湾美国之间 飞来飞去 快乐似神仙 林月云和石峰 早年从西罗七剑合作 被公认是最具夫妻脸 也成了荧幕最佳夫妻 之后两人各有归宿 却不影响友谊 年初李鹏透过林月云的父亲 说动了退影四年多的林月云 不出拍和日君再来 再与石峰合作 默契不在话下 在台南白河拍戏时 石峰还主动为林月云夹菜 乐得林月云调侃她 年轻时这么殷勤 搞不好我就姓石了 石峰和演员朱须清 结婚数十年 朱须清可说是石峰的财务大臣 一居美国后 朱须清过着 相夫教子的生活 石峰则偶尔回台北接戏 则升格当制作人 导演 石峰不拍戏的日子 则回美国陪佳人 前几个月 他才和佳人游了一趟 阿拉斯嘉宾和之旅 又是三岁的石鹰 又是二岁的石峰 是电视圈双十大户 演了四十多年的戏 年轻时是一线小生 年纪大了 半当家老生 戏从来没有断过 至于石鹰 石峰王不见王 两人必不同台 石鹰刚演完《明世一难忘》 石峰在三里 天下第一位挑大梁 不过两人钱赚得多 花得多 不烟不酒 不乱挥霍 理财有一套 自身老艺人中 林老要靠演艺工会 捐钱助记 只有双十拥有一万人生 不管是二十六岁石峰 还是六十二岁的石峰 不拍戏时 他的打扮永远是 牛仔裤配牛仔衣 再开一部破破烂烂的轿车 出外景 带老婆朱虚青 外出旅游 也不花钱 就骑脚踏车 吹吹风 光从这点 很多人猜想 石峰是穷老大 那你就错了 石峰的家产 光是能在台面上讲的 台北国父纪念馆旁 有一栋豪宅 内湖有一栋 美国有两户 石峰是十四户 自动豪宅 外加很多停车位 至于大陆有没有制产 他都不说 石峰真实人生 就像他在三里 天下第一位演的 企业老大一样 不同的时事 戏里他是食品界 企业老大 生活中 他是房地产 制产中 理财有一套 不过 石峰穿得低调 形势更低调 只要采访他 怎么理财 理出亿万人生 他马上对记者说 哎 不要提这个了 我怎么像有钱人呢 石峰会演戏 可是 会理财的是 他的老婆朱虚青 提到老婆 石峰最得意是 我是流氓学生 台南山工毕业 朱虚青学问比我好 大学生傲 台一大毕业 和里安同一所学校 二十几年前 石峰拍西罗七剑 嘉庆军走红十 左手赚来的钱 右手就交给朱虚青理财 当别的小生 买名贵轿车耍帅时 朱虚青叫石峰 车子不必买 停车为一口气 买了十个 接着在国父纪念馆附近买房子 石峰可以走路去拍戏 十年之后 名贵轿车会折扣 可是 石峰投资了停车位 行情只跌不着 从黑白电影 拍到彩色电视 石峰演技精湛 身材不走样 和他一起合演 天下第一位的很多年轻演员 都称呼他是帅阿公 石峰的老婆朱虚青 不只会帮石峰理财 石峰一对儿女 也教得很好 石峰的女儿 长得很漂亮 很多制作人 都有睡石峰 女儿也来演戏啊 石峰总觉得 演戏这行很苦 要红一辈子 年轻时赚到钱 老来还存到钱 没有几个 女儿和儿子在美国念完大学 都攻读计算机科技 目前在科技界工作 石峰逢人就会说 女儿31岁 还没有嫁人 你赶快帮忙 介绍好男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